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本期分析信汉灿烂 林不宜的小心机 自从少商跟楼窑退婚后 林不宜的爱就变得明目张胆 两妇女为了表示感谢 特意到林府 看着两排训练有数严肃的士兵 冷嗖嗖的风呼呼的经过耳边 感觉有些诡异 府里阴生生的没有一丝烟火气 连臣妇这个将军都觉得寒毛直属 林不宜听到少商过来 其实早早就到了 见臣妇也在 才迟迟不出来 他听他们说话 好奇少商的想法 就像上次在万府那样 偷听墙角 所以才能在关键时刻出现 两妇女小声嘀咕着 少商说 林不宜本就是这样清冷之人 可为何连个女娘夫妇也没有 林不宜突然来了句 你不是女娘吗 有你一个便够了 她眉目含笑 温柔的表白 我府上就缺你这个女主人 谁知两妇女都没有听懂 自从少商退婚后 她的爱就更加直白了 原助理在宴回塔的相遇 她看似在救她 实际上 少商听到两人的声音 其实有三个人 林不宜就是其中一个 她拿着少商的玉佩不肯归还 起了逗她的小心思 就像定情信物 不肯驱功中疗伤 就是为了在府邸等着少商前来道谢 增加接触的机会 如果说上次听她在猎物遇险 是发自肺腑的担心 才跑去救她 那么宴回塔虽然也有保护她的意思 但还是带些小心机的 此时用上袁善剑的那句 英雄救美 真是好生俗套 但是却是最管用的 她是三人之中的一个 若是真的不想让 三皇子他们知道少商来过 就不用大张旗鼓宣扬她为了救少商 拉扯到救商 别袁善剑都知道 那么知道的人不在少数 独嘴懒腰贴身抱在怀里 在屋顶上暧昧的翻滚 举止亲密 后吊在半空 少商与她近在之刺 见她那性感薄唇紧紧的闽着 宛如雕琢般的下二线 散发男性荷尔蒙上下滚动的猴结 整个人充满了令人疯狂的魅惑 虽然还不懂情爱的她 也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赶紧转头看地面躲开 为了活命 她只能紧紧的抱住林不宜 距离地面太高她看得有些晕 转过头又看到 刚才令她脸红心跳 洁白的脖梗 微微皱起了眉 然后扶屯踩肩 这一系列动作下来 她是已经盯过亲的楼窑 都没有那么亲密过 林不宜真的是拿命来追欺的 原助理此时相依是在退婚前 距离改成退婚后 那么亲密的接触 以及她的小心机 也就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原助理 为了早晚回去的借口 她原本打算折断绍桑的手臂 假装是她救了她 最后终究还是舍不得 折断自己的 绍桑心痛不已 才哭成泪人 距离又拉扯到旧桑 绍桑哭是他们的排练 她听到皇帝来了 依然没有放开邵桑的手 反而深情的看着 眼中温柔如水 把手抓得更紧 就是要告诉皇帝 她心愿于她 赶紧安排婚事 正好成父也算 相当于把他们的关系 告诉双方家长 见邵桑面正紧张出错 她这个眼神很好品 没有一失责怪 甚至带些宠溺 我的媳妇好可爱 邵桑第一句陛下好就说错了 造成她更加紧张 在皇帝问 究竟为何此生会救伤复发 她皱着眉 经历了失财的礼仪打击 怕因自己不通礼数 父亲被责罚 她没有看向父亲 瞄向了林不宜 在她心里 似乎林不宜比她的父亲更可靠 林不宜真是私利护妻 看邵桑害怕 之后她帮她回答每一个问题 邵桑再也不用开口 皇帝假意责怪 林不宜见邵桑低下了头 赶紧说 若是早知陛下想吓她 成方才就不去救她了 她目光灵力看着皇帝 意思是你不要再吓她了 似可而止吧 皇帝侧头瞪着她 有一种无处吓嘴的感觉 意思是说 数字 维护到这种程度 你可以啊 直到邵桑走后 林不宜才卸下了那颗担心的心 望着她离开的背影 留恋的目光都没有收回来 完全没有顾忌皇帝正在此处 回到林不宜府里 她说 总是卧床休息难免烦闷 其实是烦闷哨伤怎么还不来 好不容易等她来了 还有成夫这个大殿灯泡 都无法施展拳脚 增进感情 不知陈将军 您来做什么 她用您称呼 已经够给面子了 见邵桑笑 她满心欢喜 不禁微微上扬嘴角 她说 陈氏娘子 你们坐吧 按理应该说 陈将军 你们坐吧 眼里只有邵桑 在成夫的催促下 邵桑赶紧说 多谢林将军 还望林将军保重身子 林不宜说 若是想保重身子 我就不会救你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比我的身子还重要 可被他们父女去解围 这林不宜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成夫其实挺怕林不宜的 心想赶紧离开 以无伦次的说 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 少商提醒她是妇女 她甚至都不记得说过什么话 看着她两落荒而逃 她若有所思的笑了 玉佩在手 不怕你不回来 若要说她有所图谋的话 大概就是贪图她的心吧 成夫十分不厚道 等下少商溜了 留下她一人在风中凌乱 见少商怕她 她开始示弱 我为你牵扯就换 你竟连来探个病都不情愿 她期待她柔声细语的关心 林将军的伤还痛吗 一般人只会担心她的伤 是否有爱于公吗 还能不能报效朝廷 只有她在乎的是她内心感受 你当真有些许特别 这是她暗暗的表白 意思是你在我心里是特别的 说完自己的不好意思垂下眼眸 烧商一脸懵的看着她 不能理解 刚表白完 心情一跃 走下来是难得露出微笑 听到玉昌郡主过来 少商一脸疑惑的看着她 她竟然有些紧张的咽了咽口水 她好怕媳妇会误会 她来我们府上做什么 我与她不熟的 单纯的阿飞没有领悟到意思 她不是经常来吗 全都城都知道她 爱慕少主公啊 见少主公眼神如利剑般色过来 阿飞是董非董赶紧解释 她也不是经常来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 就更让人误解了 林布宜觉得很烦躁 好不容易司机支走城府 有了独处的机会 先又来一大堆电灯泡 还有情敌 林布宜是心思缜密之人 在别院 她早就看出原三件对少商有意 只是那时她俩都是配角 她有未婚夫 如今少商没有婚约 她自然要拽在怀里 不然让他人抢了去 毫不客气的说 若我觉得打扰 你就不会来了吗 一语点破她的心思 王林提起少商退婚之事 见有人欺负她 她有些不愿 没错 我是为她所伤 说的时候甚至有些乐在其中 见林布宜有意为她撑腰 这种偏爱 原三件低头吃着闷醋 王林接着说 就怕有些人假道谢之名 行清净之时 赖贴上去 夹馋不清 林布宜微微眯着毛指 心想 愿如你所言 若是如此就实在太好了 可她私下还跟其他男子撕毁拉扯过 这句话果然吸引了全部人的目光 林布宜心想 还有哪个不要命的 说到在城市或站旁的僻静处见到过 原三件瞳孔突然放大 那不就是我吗 王林说完后看向原三件 她正沾沾自喜回味着那日的场景 回过神 见大家都看向她 她不慌不忙的解释 那位男子 因此在下 少商憋出一口气 去原三件来找她 还被他人看到 当时她还会到她家当夫子 献着来非议 回去又要被母亲责罚了 林布宜若有所思皱着眉 这原三件看来惦记她的少商 要比想象更早些 如今她在他们家做夫子 日日朝夕相处 万一被她趁机截足先登 又跟楼瑶一样 她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再发生 尽管少商保证跟原三件清清白白 但是她放心不下那个男人 加上剑烧伤前脚一走 她后脚就跟上 更加说明她就是为他而来的 看来不快点行动 又只能垂胸后悔了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